來 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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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訪問 大家好 我是玉琴 那麼最近一連串的 這個食安的問題 那麼搞得大家是 人心惶惶 那麼最擔憂的呢 其實就像我們這種職業婦女們 就是平常在工作 可是你又要準備 小朋友吃的東西 不要講小朋友了 連我們自己本身外食族 很多的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其實也難免暴露在 所謂的食安的風險當中 那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這位 大家可以常常在這節目當中 都可以看得到他 特別來到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這個食物安全的部分 我們應該平日要如何自保呢 等一下馬上回來喔 好 歡迎一下我們的好朋友 研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過在聊這個食安的問題之前 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的顏重海研醫師 您是所謂腎臟科的主治醫師 但是在這之前 其實您在整個所有的 新醫的過程 或者是在這個求學的階段 其實都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經歷對不對 對 因為我還記得說 我那個那時候在大學 就在台大醫學院畢業後 然後我就 我到林口長庚是民國84年 很多年已經 那個我算一算 到林口長庚院超過二十年 不過您現在看起來 二十八歲 對 那時候民國84年 到林口長庚院 我那時候是擔任 內科部的住院醫師 內科部的 對 因為我們住院醫師 內科部的話有分五年 第一年就是R1 就住院醫師第一年 然後R2 R3 R4 R5 我在R1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就大學畢業後 都到林口長庚院 就作為菜鳥的住院醫師 然後我們 我們的制度是這樣子 內科部的話 就前三年的話 我們在林口長庚 我們大概內科部 有十個赤磚科 包括什麼胸腔科 心臟科 腎臟科 腸胃科 很多科 然後前三年的話 每一個住院醫師 都要輪 要輪過一個月 到一個 一個科別 一個科別 對 所以我是第一 我還記得民國 八四年的時候 我當內科部 診院醫師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第一年會輪到腎臟科 我還是那時候開始 我們前三年 我們都不選科的 就是說大學畢業後 你在內科部 每個 比如十個赤磚科 這樣一個月輪一次 然後就看你希望說 有幸去走哪一個科 那你那時候 就選擇腎臟科了嗎 對 我第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幸運 就剛好遇到 就是說 我到腎臟科就遇到 林健康教授 瞎醫 對 因為林醫師那時候 他是在擔任腎臟科 主治醫師 我們那時候就跟著他 一起在看病人 是 就是說 當然說還沒有跟他之前 我到內科部 其實在台大實習的時候 也跟過很多 一些主治醫師 然後在我們臨口腸 也跟過很多主治醫師 不過我覺得 所以在林醫師那時候 林健康教授給我感覺 我覺得他滿陽光的 對 就說 他對那個看病 也充滿熱情 是 對 就說 他看病得很認真 而且很仔細喔 他每個病 不管那個疾病多嚴重 他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一定要把他治療好 讓他出炎 所以他那時候帶著 我們在 我們那時候查房都怎麼樣 早上我們就跟著林醫師 先查我 林醫師會帶著我 還有另外一個實習醫師 然後我們查房都怎麼樣 我們都早上 還沒看病人之前 就林教授帶著我 跟一個實習醫師 我們在護理站裡面 先研究病人的病例 然後那個 那時候如果說 有十幾床病人 那林醫師就還沒看病人 他就跟我分析說 這個病人第一床是什麼診斷 他認為說 應該要往這方面來著手 來做鑑別診斷 然後要怎麼治療 對 就我們現在光看病例 林醫師就帶我們看了 一兩個小時 然後看完後 再帶我們去 每個病人 在一床一床來看 對 可能又要再兩個小時 是 然後有時候這樣 一個查房 十幾個病人下來 至少 多花一個早上 然後大部分的主治醫師 就是帶完主治醫師 這樣查完一個早上後 大概就會離開 可是林醫師不一樣 我覺得他給我感覺很特別 他就會保留另外 再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保留下來 他就針對我 還有那個實習醫師 另外幫我們上課 對 就是他跟我解釋說 他告訴我說 顏醫師 剛剛那個病人 我為什麼認為 他是什麼病 不是什麼病 然後為什麼我要請 那個外科醫師來看 要做什麼決定 對 然後告訴我說 這個藥 我為什麼要加量 為什麼要減量 所以 那時候林醫師 花好多時間在教學 所以其實他當然 因為我們在講說 其實 真的好的醫師 因為林極良的醫師 我曾經訪問過他一次 你會發現 從他的言談當中 他雖然那個語氣 其實是很溫柔 很平順 但是他其實有 那種堅毅的力量 沒錯 其實他是非常有耐心 的一位醫師 對 其實他對我們學生 非常有耐心 然後對病人 也很有耐心 是 對 他就帶我們 那大部分他都 早上查完房後 教學完後 大部分主治醫師 就會說 第二天才會來看病人 可是林醫師不一樣 他早上帶我們看完後 他到下班前 就是說比如五點多 五點以前要下班前 他再來病房一次 他就來找我說 顏醫師 早上我們那個病人 決定說找皮膚科 然後到底皮膚科 意見是怎麼樣 對 然後再看完一次後 再回去 而且這種看病人的型態 維持 禮拜一到禮拜天 不管有沒有價值都一樣 禮拜天也是一樣 禮拜天的話 他還是來看病人 每一天的時間 都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去做 所以那時候 林醫師已經是 教授級的主治醫師 他還是一樣 他什麼東西都自己做 親自 對 親力親為 對 所以我那時候 我在當住院醫師 第一年的時候 對 我覺得 我那時候 因為當然說 我們在當R1 住院醫師第一年 不會想到說 將來要走什麼科 我們都還在探討 還在看說自己 還在想說自己想要走 對 可是我那時候 認識林教授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 我這樣我要走腎臟科 那將來 我要專研讀科這方面 對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 在第一年住院醫師 是一個蠻幸運的 有機會跟林醫師 這樣一起看病人 那一走就是二十年 因為剛剛講的 應該是二十一年前的事情 二十的事情 然後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知道 其實真的在 整個從事這方面的 醫療的工作的其中 您還帶著家人 一起到英國 去留學 攻讀博士 這個過程呢 辛苦嗎 我覺得還好 其實最辛苦 還是看病人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這樣 我們在擔任 住院醫師做五年 前三年醫師 醫科部住院醫師 然後後兩年是腎臟科的醫師 然後五年之後 我們就在五年當中 我們就考完內科專科醫師 腎臟科專科醫師 然後就擔任主治醫師 然後我是主治醫師 擔任完三年後 那時候一些 彥方還有林教授 都很鼓勵 就鼓勵說 我可以繼續出國 再進修 因為就是說 我們在醫院學的 都是屬於一些 臨床的工作 臨床上的工作 因為我們 彥方還希望說 我們可以寫一些 比較精密的 比如做技術一些工作 所以那時候 我就跟 腎臟科醫師申請 那個工費留學 然後到英國的倫敦大學 共讀那個博士學位 是 然後我在倫敦大學 我待了 大概三年了 三年的時間 對 因為倫敦大學就規定說 你至少 要來三年做完研究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念 才能達到學位 對 我那時候 我去倫敦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都很小 對 那時候多大小孩 對 我最 那時候 那時候我有三個女兒 那個 那個 他們去念那個 小三小二 小三 跟幼兒園 對 然後最小那個 那時候我記得 還在包尿布 還在用那個奶瓶 所以那時候 就把錢下 全部都帶去 然後在那邊待了三年 是 不過我想說這個 雖然說過程中是 因為念博士學位 一定是辛苦的 可是有家人陪伴 其實也是幸福的耶 對對 所以我想那可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經驗 而且說 我想有臨床醫師 其實因為像我們臨床醫師 很多都在照顧臨床病人 對 不要沒有時間 做一些基礎 一些研究 不管是細胞 還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那可以有 那個三年時間 醫院也很不錯 它可以 就全力支持啦 說希望我們放下 臨床工作 其實好好做一些 邪術的研究 然後再回來 再繼續工作 等於回來之後 一樣是貢獻給 就是我們的醫療的體系 對對 我們有規定 回來後不能離職 對對對 不會 你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了 對不對 那當然其實 剛剛我們大致上 跟我們的研醫師 好像聊一下 就是在他整個不管是求學的過程 省醫的過程 其實他受到我們的霞醫 林潔良靈醫師 非常大的一個震撼感動 甚至於啟發 那當然 目前在台灣 其實真的要找到 所謂的這個腎臟出現問題 毒物等等食安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到 顏宗海 研醫師 等一下呢 我們在第二段節目當中 我們就來好好的聊聊各位 就是切身 跟你我有關的食安問題 等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當中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說 台灣什麼第一 其實有好多東西 變成台灣第一了 台灣近視的人口 應該是全世界第一 那麼台灣大腸癌的比例 也應該是全世界第一 然後超商的這個方便性 應該三部一家 五部也一大家這樣子 也是應該滿像全世界第一 但有另外一個第一 其實我們也不太想要承認 就是再走個幾步 可能就有一個洗腎中心 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其實洗腎的人口很高 目前估計是七萬人 但我覺得這個比例上 應該還在提升當中 是不是跟台灣人民 長期暴露在所謂的 有毒物質的生活條件下有關呢 對啊 沒錯 就是說因為我們國人 我想很多民眾都看到說 報紙或電視常常在說 我們國人洗腎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 對 的確是滿高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口當中 洗腎的比例就七萬多個 對 然後未來估計這個數字感覺上 還在上升當中 對 然後其實很多寫者 還有很多醫師 包括我們的 我們的衛福部的一些主管 都在分析說 為什麼國人 那麼多人在洗腎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糖尿病 糖尿病 對 因為其實 我們在糖尿病有兩大型 第一型跟第二型 第一型糖尿病就 也許它是瘦瘦的 對 體型很瘦 也許很年輕就發病 然後第二型糖尿病 它是胖的 對 然後它中年後才發病 不過我們教科書告訴我們說 不管你是第一型或第二型糖尿病 大概有三成的民眾 會有糖尿病腎病變 那如果說沒有照顧好的話 將來可能就面臨要洗腎 所以會造成國人 那麼多人在洗腎 我想覺得它是糖尿病 再來就是高血壓 那如果高血壓很久都沒好好 吃藥也好好控制 也會變洗腎 還有再來就是 有一些是遺傳病 像多囊腎 它腎臟還有肝臟 很多大小水泡 也會變成腎功能衰竭 我們教科書說 多囊腎病人 到了六十歲 有一半人是要洗腎 那另外還有一些說 比如說爛吃那個止痛藥 對 所以很多止痛藥都會傷腎 如果隨意都吃也會 然後還有呢 就是現在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結石 腎結石如果很嚴重 也不好好處理 造成腎水腫 當然腎臟也壞掉 所以會造成國人 那麼多人腎臟壞掉也很多 我想第一名還是糖尿病 那可是這麼多年來 有時候我們的社會會出現 那個食安的問題 講說哪一些什麼食品 水也不安全 食品感覺也真的有些問題 沒錯 那很多民眾就很擔心說 那也許沒錯啦 會造成國人 那麼多人洗腎炎 一定還是糖尿病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民眾是有 糖尿病腎病病 然後剛好又不小心 誤死了這些黑心食品 有沒有可能加速腎功惡化 這是大表膽型的 所以我想最主要 最主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就還是一樣 回歸到說 如果有糖尿病民眾 一定要好好控制他病情 對 比如飲食控制 對 不要吃太過精緻的食物 對 沒錯 就是多吃一些天然食物 沒錯 少吃加工食品 那另外在 比如說違規食品方面 還是一樣啦 還是要靠我們的 我們的主管機關 衛福部 要加強 就起地那個違法食品 是 才能保障說 民眾的一些飲食 還有一些腎臟的健康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說 現在因為太 那種飲食越來越細化了 就是越來越精緻化 其實有些人 其實你就會發現說 他平常吃正宗的這個食物 我們講食物 就是食物的原貌 但其實他喜歡吃的是那種 已經看不出來 他原來長什麼樣子 那個叫做 加工過後的食物 食品 所以其實食品 為了要保持它的新鮮 或者要保持它的 這個賣相要漂亮 往往會添加一些 比方防腐劑也好 或者是色素 雖然都是在 可以被允許的範圍之內 可是多吃總是不好 對不對 沒錯 我想主持人說 這個是重點 就是說我們都想說 像我在門診當中 也常跟一些老病人在說 其實我們要多 要每天要告訴我自己說 我要多吃一些天然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 所以說其實如果你要養生 或吃健康 還是要吃鹽形的食物 像我們食藥署 它有規範 他說其實我們合法 可以用的食品添加物 大概有八百種 分為十七大類 所以你看第一類 就像剛主持人說 防腐劑 還有什麼殺菌劑 抗氧化劑 有十七大類 有八百種可以用 所以很多民眾就說 我相信只要是我們的業者 他按照我們的主管機關 規範的這八百種 其實八百種都有規範說 什麼可以用 比如說防腐劑 用最多就本甲酸 本甲酸是可以用的 不過我們政府也要求說 業者你要怎麼樣 你要用本甲酸 不能過量使用 一定要按照那標準來用 所以我相信說 如果我們的業者 按照我們的主管機關規範 來添加食品添加物的話 我相信大標不擔心 大家就擔心違法 就是說違法的 比如說 違法的黑系食物 對 那我們就擔心 比如說偶爾 你也可以看到說 本來食品添加物 你一定要用食品級的 對 然後偶爾你可以看到 檢調看到說 怎麼會有那種 少數的業者 化學用的 對 把工業級 工業用的 然後食品添加物 他把它用在食品上 這一點的話 就很多民眾就不能接受 因為工業級的添加物 他搞衛生條件很不好 搞不好裡面 有一些重金屬 一些雜質不純 就不應該放在我們的食品 這一點大家會比較擔心 那另外我們有 有時候會擔心說 像防腐劑 本來就可以加的 不過你要加到那個 不能超過那個量 標準 對 就我們有個 比如說你要 我們的豆干 本來可以加本甲酸 醬油 你也可以加防腐劑 我們的一些飲料 也可以加防腐劑 可是你有一個標準 你不能說 我為了說 要延長那個保存期限 我就防腐劑大量的加 超標 那就會上升 所以我相信 加工食品 我們食品添加物 有八百種 食器大類 只要是業者 他按照我們的 主管家的規範 一步一步合法來添加 我們都不擔心 我們擔心就是違法案件 違法大就擔心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發現 在應該是從去年 還是今年開始 衛福部其實在 它嚴格規定 所謂的食品的外包裝 你要標示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也因為這一點 其實各位 將來你要買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那天其實我心血來 我跑到超市 我就去看了那個布丁 想說小朋友想吃 因為夏天到了 你就看了那個布丁 布丁不是應該單純的 就是可能也許是蛋啦 牛奶啦 然後再來可能有一些糖啦 頂多大概就這樣 我看到了一款布丁 是大家常吃的布丁 裡面有好多像是我看不懂的 對 沒錯 那個其實真的就是 所謂的添加物 對 所以麻煩各位 真的下次再買食品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特別小心注意 然後再來有一個問題 我要幫很多的電視機前面的 家長朋友問一下 夏天到了 小朋友喜歡吃雙淇淋 現在很多超商都會推出什麼 什麼限量季節什麼雙淇淋 可是後來發現 真正雙淇淋不是雙淇淋 對 它有好多的添加物 這怎麼回事 其實不管是冰淇淋 或雙淇淋也是一樣啦 就是說雙淇淋有時候夏天 很多小朋友幾乎每天都愛吃 對 大家就看到說 我們電源這樣 從那個機械這樣轉出來 好漂亮 就白色 乳白色的 很多人都想說是牛奶 不過我想說 其實牛奶成本那麼貴 不大可能都是牛奶 結果後來大家就說 就很多學者 他們就有去分析 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白色的 可能其實它是蠻多添加 有一些是乳化劑 其實我們雙淇淋裡面 它還是一樣有甜味劑 人工色素 人工味精 很多東西都會加在裡面 所以其實不管是這種 像這種雙淇淋也是加工食品 就是說其實我們想說 偶爾吃都沒關係 就說偶爾吃都沒關係 大姐也不用恐慌 就是你偶爾吃身體 是有機制可以代謝掉的 對 就像還有剛剛 不管是剛剛 主持剛剛所說布丁也是一樣 我相信布丁 現在我們的食藥所要求業者 一定要在外包裝 告訴我們說 有什麼添加物 裡面好多我看 然後有時候大家看到說 是密密碼 我看得懂字 但他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他 沒錯 如果你找一個醫師來看 有時候醫師還要查 不一定會看得懂 不過我相信只要是業者 是合法添加 我們不要不擔心 不然還有另外一種 其實大家看到蠻多 就是泡麵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政府也規定說 業者泡麵裡面 有什麼添加物 一定要在外包裝 是要很清楚 對 所以你現在 隨便買一個泡麵 都好幾十種的 一些添加物 都是化學名詞 所以有些民眾就想說 不過我相信 只要業者敢在上面 標的 我相信一定是合法 是 我們不要不擔心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 就是違法的 那個問題叫做非法 或是過量 如果是 比如說就以防腐劑來說 像比如說 醬油 還有很多一些加工時 本來就可以加防腐劑 對 比如說 可是你看 有時候我們 有時候我們到 就是很多民眾 其實 都有個錯誤的印象 他對 大家都對防腐劑 這個東西很負面 他覺得說 假如有防腐劑 我就不喜歡 不過其實我們 還是要用理性的態度 如果說業者 他用防腐劑 他是合理的添加 比如他加本甲酸 脊二C酸 他按照我們主管機關 規範來添加的話 我相信那是沒有危害 因為你不添加 反而擔心 你的一些加工食品 會有維生污染 反而裡頭 會有一些維生物的污染 反而更危險 搞不好還沒有到 賞味期限 就壞掉了 可能就壞了 對 不過防腐劑 所以你看 有時候我們到賣場去 偶爾你可以看 那個廣告說 本產品絕對不含防腐劑 所以這個要特別小心 他就抓住民眾 不喜歡防腐劑的 心態 他就故意寫說 我本產品絕對不含防腐劑 所以你要注意到說 他真正是不含防腐劑 還是沒有標出來 還是說他沒有加防腐劑 他有沒有加別的東西 比如有沒有可能加了抗氧化劑 對 那也是另類的防腐 那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有沒有聽過 有個謠言說 我們不要強吃泡麵 你強吃泡麵 你會變木乃伊 這是網友說的謠言 我正要講這個謠言 不過這是錯誤的謠言 然後網友為什麼會說 他說泡麵裡面蠻多防腐劑 所以如果你每天吃泡麵 有一天你會變木乃伊 不過這是錯的 因為泡麵它沒有防腐劑 麵本身是沒有防腐劑的 因為泡麵它很乾 主要是那個料 對 它麵本身 泡麵麵都是乾乾的 所以它很乾 水的活性很低 它根本不需要下防腐劑 所以它要加什麼 它要加抗氧化劑 然後抗氧化劑的話 因為我們的麵會有油 它一到之後 放久後就氧化 氧化就油耗味就不好吃 消費者就不買 所以它要加抗氧化劑 所以泡麵都不會有防腐劑 對 像有時候我們到賣場 過在網路上買東西 你會看到有一些產品 它就說 本產品絕對不加防腐劑 這個時候 它就故意抓住 民眾那個不喜歡防腐的心 我覺得民眾 我們民眾還是一樣 我們要用比較合理的態度 來看待防腐劑 假如是那個加工食品 防腐劑是依法來添加 我不擔心 是 那可是說如果是過量添加 那就要注意 然後也不能說 你加防腐劑故意不飆 對 或者說其實你沒有加防腐劑 有沒有可能加別的東西 也要特別注意 對 好 好 那我們先暫時的跟研醫師 聊到這邊 當然大家也不用過於 對食品的部分過於恐慌 只要你不要天天吃 我們常常講 很多東西其實過於不急 其實都不好 你只要不要吃得過量 那身體其實就有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反應 它是可以經由 不管是 您的運動也好啦 喝水啦 水分啦等等 它是可以排出體外的 都不用特別擔心 那對於防腐劑 這幾個字 各位 不要心生恐懼 只要在合理的範圍當中 它是可以來做到 所謂保持食物 新鮮的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好 先暫時聊到這邊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 請教我們的研醫師 好 歡迎回到 我們的節目當中 那麼現在大概 對於吃的這件事情 也因為這個前一陣子 一連串的食案問題 這一波還未平 那一波又起了 但前面的那一波 你可能就遺忘了 但來 各位 很多人真的就變成 驚弓之鳥了 什麼都沒什麼敢吃 到底是要吃什麼 但我們真的也要來 這個地方 其實告訴大家 不用過度的恐慌 那我們現在這一段節目 我們就來講講 很多的網路對於食品 食物的安全的一些迷思 我們請教一下研醫師 很多人在講說 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 兩種東西吃在一起 就會變成結實 比方說菠菜跟豆腐 這是真的嗎 對 沒有 當然是假的 就是說 不過曾經就是說 像我在台北或林口 看門診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看完診後 剛把那個什麼 蓋開藥都開完了 報告都看完了 病情都解釋好了 對 剛好有一些時間 有一些老病人 他想說他就 想要趁著門診一些 空檔時間 問一下 來跟我聊一下說 他就說 最近有誰問他什麼東西 因為他還跟我討論 那其中一個就常講 就是說像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很多網友常會在line 去就說 其實他會說 網友會這樣說 他說 其實我們不要常喝 什麼菠菜豆腐湯 你常吃菠菜豆腐湯的話 會增加腎結石的風險 對 不過大家說 這一定是錯誤的謠言 可是網友為什麼會說呢 因為其實有腎結石的話 像國人的話 像男生比女生 擁有腎結石 比例高一點 對 女生很少 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較多 對 然後我們腎結石的話 有四種型態 然後九成以上 都是鈣的結石 那鈣的結石裡面 最多的就草酸鈣 草酸鈣 對 所以也許有網友 他就發揮創意 就覺得草酸就跟菠菜有關 對 他講說 我們不要喝菠菜豆腐湯 為什麼呢 菠菜裡面有草酸 豆腐有鈣 所以如果我們同時 我今天中午如果吃了 菠菜豆腐湯 菠菜的草酸 跟豆腐的鈣結合 就變成腎結石 不過這在化學上是對 可是在我們的醫學上 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吃當中 比如我中午 我吃了菠菜豆腐湯 菠菜裡面草酸 跟豆腐的鈣結合 在我腸胃道中 結合變成草酸鈣 可是它會從腸胃道 從我們的糞便把它排掉 它沒有機會形成結石 對 所以我想這次要 它是連存留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對 所以你看菠菜豆腐湯 還是很好喝啊 對 我們還是從小喝到大 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第一個網路搖曳的 對 再來我還想幫很多的 這個家庭主婦 來小問一下 很多人呢 因為Q欠 有時候真的煮了一大桌 但不見得都吃得完啊 對 這個時候 可能就想說 沒關係啦 放到隔天 我再來加熱 再來吃 隔夜菜真的不能吃嗎 吃多了真的會致癌嗎 沒錯 因為我們常看到 有時候偶爾就看到說 有朋友LINE過來 或網友LINE過來說 你在臉書上 在LINE收看的時候 我們網友會常說 其實隔夜菜不要長吃 長吃的話會增加什麼 大腸癌胃癌的風險 對 不過我想不會啦 不會 這一定是謠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代人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家庭都兩夫妻 都在上班 對 然後有時候大到公司去 大家都想說 我今天晚上就多煮一些菜 然後第二天 帶便當 對 帶到學校或帶到公司 這樣就算隔夜啦 對 就算隔夜 然後網友就說 你不要常吃隔夜菜 吃了後會增加癌症風險 這是沒有根據的 然後網友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的 國內的深綠色蔬菜 不管是什麼大白菜 青江菜 花椰菜 其實我們農民 我們在種菜當中 他會用到化學肥料 用到淡肥 所以我們的深綠色蔬菜 都有硝酸鹽 所以網友就說 他就發揮創意說 我們的蔬菜都有硝酸鹽 那你煮完後 對 已經熟了後 可能續徑會繼續分解 把我們的硝酸鹽變成硝酸鹽 硝酸鹽 然後在我們體內跟胺裂結合 就變硝酸鹽 對 那硝酸鹽它有致癌性 所以網友就說 你不要嘗試隔夜菜 你吃了隔夜菜 就代表說你吃到很多硝酸鹽 就增加癌症風格 這是沒有根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蔬菜 雖然說含有硝酸鹽 可是我們在洗菜當中 它水溶性很高 就把它洗掉 對 我們在炒菜當中 高溫也會把它破壞掉 所以我想隔夜菜 它不會說 讓我們暴露到硝酸鹽 多的鹽 不會 它不會致癌 不過隔夜菜 我導致說有個建議就是說 現在如果說大家平常都喜歡說 帶便當 就是說隔夜菜最好是說 你晚上一定要放冰箱 而且冰箱溫度一定要夠低 要四度洗 四度 對 冷藏最好四度洗 然後隔夜菜的話 第二天早上 就是說第二天中午 你要吃的時候 像很多上班族在想說 我把它帶到我們公司 然後用微波爐 對 我想如果說 如果一般的食物的話 你用微波爐是OK的 不過如果說 很大體積的食物 有時候你用微波爐 它微波爐不容易夾熱 搞不好你外面已經熱了 裡面還是冰冰的 所以說如果說 依照大體積的食物 還是要下鍋 所以隔夜菜要記得 晚上一定要放冰箱 然後四度 對 四度洗 然後第二天早上 要吃的時候或中午 一定要徹底加熱才能吃 因為我們低溫化 只能抑制細菌的食漲 不能殺菌 所以你第二天要吃 一定要徹底加熱 也就是加熱之後 才能夠真正殺菌 應該怎麼說 然後另外就是說 要進微波爐的時候 我想很多民眾都知道說 當然鐵的 不鏽鋼 一定不能進微波爐 那就是有時候 我們要進微波爐 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塑膠材質 也不行 對 一定不能進微波爐 像美奈米 也不能進微波爐 那另外要注意說 有些很多人家裡 要隔夜菜 他怎麼樣 他用一個盤子 一個碗 然後放隔夜 放菜在那邊 然後上面用保鮮膜 把它包住 所以第二天要進微波爐 連保鮮膜一起 對 那就不行 就搞不好 因為保鮮膜市面上有兩種 有PVC還有PE 那萬一你的保鮮膜 是PVC的話 你進微波爐 你的食物就會污染到塑化劑 所以保鮮膜一定要拿掉 對 所以要進微波爐 最好塑膠類不要放 最多最好是用瓷器或玻璃會比較好 所以剛剛講到塑化劑這個問題 我還記得這個曾經有塑化劑的這個問題 在我們的這個社會當中發生 在整個所有的臨床 臨看診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因為塑化劑去求診的民眾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案例 對啊 因為我們 我想很多很多國人 都到目前很多都印象都還滿深刻 我們在五年前 對 五年前我們國人有發 有發生那個塑化劑的風暴 對 那時候那風暴是為什麼呢 就那時候有業者 他把那個塑化劑 靈本二甲酸質 他把它放在起銀劑裡面 起銀劑是合法添加物 對 他把塑化劑放在起銀劑裡面 來製作很多什麼茶飲料 運動飲料 對 這樣子的話 賣相會比較好 混合比較經銀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是因為我們剛說過說 我們的合法的食品添加 我們只有八百種 是 那都不包 當然不包含塑化劑 可是業者他把塑化劑 DHB 靈本二甲酸質 放在起銀劑裡面 來製作很多飲料 所以我們就無形中 就喝到塑化劑 所以那時候五年前的時候 當我們檢調 我們的衛生單位查到說 有塑化劑的風暴的時候 哇 很多民眾都嚇了一跳 就想說有沒有可能 那時候連益腎菌裡面也有 孕婦可能也擔心說 我懷孕的期間 我接觸到塑化劑 然後可能小朋友的 在生殖的系統 就寶貝在生殖的系統 可能會真的發育不全等等 對 因為主持人說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塑化劑化 其實它可以 讓我們那個雄基數不足 我們在醫學上常說 有兩種人化 對塑化劑最敏感 一個是懷孕的婦女 因為肚子裡面有個寶寶 然後另外一個是幼兒 對 所以塑化劑化 長期暴露 我們都在擔心說 它會導致小女生性早的時候 搞不好四歲五歲就來業精 對 小男生就擬性化 成人我會增加什麼乳癌 子宮腫瘤的風險 所以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五年前的時候 塑化劑風暴 那時候很嚴重 那時候我們在林口長根 那時候林津洋教授 就是說他有領導 就是說有領導我們大家 就是包含婦產科 腎臟科 泌尿科 我們又特別開一個 塑化劑的特別門診 是 那時候就是很多民眾 就擔心說 有沒有可能我自常生活中 我吃到含有 吃到含有塑化劑的飲料 或者說什麼預生鏡什麼 那時候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看到還好 那時候在長根看的那幾個 就沒有看很明顯的傷害 不過塑化劑的傷害 它是長久的 對 所以那時候 那個令國人印象 都還蠻深刻的 好 那我們其實真的講到 塑化劑這個部分 那平常這些塑化劑 在目前我們比方說 在接觸的不管是食品也好 或者是我們在接觸一些 這個塑膠的製品等等 這些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 要怎麼樣來避免個小心 沒錯 因為我們 目前我們的主管機關 它要求說所有的塑膠類的容器的話 一定要標示它一個分類 我們有環保回收材質 有個三角形 裡面一個阿拉伯數字 它要分一號二號三號 四號五號六號七號 所以像有這七種分類當中 有兩種號碼的 它會釋放出塑化劑 一個是一號一個是三號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一號跟三號 然後一號化就類似我們的礦淺水 我們的寶特瓶 它是三角形裡面有個一 然後另外一個是三號 三號就是我們PVC 最常見就是我們的保鮮膜 所以一號跟三號都會有塑化劑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保鮮膜一定不能進微波爐 對 因為你保鮮膜萬一是PVC 你的食物就污染到塑化劑 然後一號的話 其實很多 像現在很多上班族 有時候大家開車 夏天會怎麼樣 我們開車加滿油 有時候送個水 對 你就放在車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你知道 那個車裡的高溫 外面也許三十六 三十七度 車裡面大概可以高達 非常誇張的溫度 對 但是可以被煮熟的 那你水如果放在那裡 然後你可能離開一下回來 好熱好熱 然後真的要喝個水 怎麼變無溫了 有沒有 各位小心塑化劑 對 沒錯 因為我想主人說很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多民眾 就有時候自常生活中 就會忽略掉這一點 所以要記得說 我們的礦泉水 你加滿油 或要記得拿回家裡或公司 不然的話就會喝到塑化劑 那盡量自己帶水啦 好嗎 就是不要用所謂的 那種不環保的保特瓶 好 我們先暫時聊到這邊 所以各位回去也稍微 稍微看一下下 三角形裡頭有一到七的數字 一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三 它是有可能因為預熱 會產生所謂的塑化劑 這個部分是大家可以做 預防跟小心的 好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再繼續跟我們的 顏宗海研醫師 請教一些問題 好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當中 那麼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研醫師也算是 這個腎臟科的權威的醫生 那麼在這裡呢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節目當中 第一段我們講過 台灣洗腎的人口七萬人 而且數字還在往上攀升 洗腎中心真的好多 那相信這麼多的人口當中 很多人在講說腎臟病 什麼叫做腎臟病 腎臟病又有分種類嗎 還是說它是遺傳的呢 還是怎麼樣 對 因為像我在平常 我在看腎臟科門診的時候 其實會來看我們腎臟科門診 很多人都是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然後有一些有痛風 就都是一些慢性疾病 然後腎功能又不好 他就來我們診看 怎麼感覺回舟海料料呢 對 他想說 我什麼病 就是高血壓糖尿病都有 而且腎功能不好 這樣他很多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他來我們診看 很多民眾都蠻擔心 他常會問我說 醫生就是說 我們可能未來要洗 要洗身 這代表說大家都蠻關心的 因為有時候大家看到說 電視上說我們主管 我們衛福的官員會在說 國人洗腎鼻子 又到某個數字 又花了很多健保金費 對 所以說大家很擔心說 有沒有可能腎功能就變不好 所以其實我們在醫學上 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慢性腎臟疾病 像慢性腎臟疾病的話 他要分第一期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那如果說你已經到了第五期的話 很有可能就代表說 你每天吃東西產生一些尿毒 我們腎臟都沒有辦法作用 沒辦法把它排出 可能就會出現尿毒症 這時候就可能就需要洗腎了 對 所以說其實很多民眾 都蠻擔心的 他們知道說 像我們的腎功能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抽血 我們可以驗尿 對 其實我們臨床上 大部分都用血液中的肌肝酸 像肌肝酸的話 比如他正常的話大概1.2以下 如果肌肝酸差一死的話 代表說這個病人的腎臟排多功能不好 就將來可能就會出現尿毒症狀 是要洗腎 所以民眾都蠻擔心的 所以我想說最主要是 像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我想我要工作 不是說我最主要是協助這病人說 不管用食物的方式 不管是用藥物方式 先要讓他協助他說 不要讓腎功能再惡化 對 其實目前來說 並沒有什麼任何 全世界沒有一個藥說 比如你的腎功能不好 我給你吃一個藥 就變好回來 就變成原來的腎 就不可能了 我們沒有這個 沒有這種藥 可是我們有一些藥物可以幫助你 就是減緩腎功能惡化 是 比如你有高血壓 我們有一些血壓的藥 可以治療 就控制你的血壓 你的腎功能就不會惡化 你有糖尿病 我們有一些降血糖藥很好的 它可以控制你的血糖 腎功能就不會惡化 對 所以我們通過很多種 衛教方式 飲食的方式 還有藥物的治療方式 也可以讓你的腎功能維持住 而且希望說不要步怒洗腎的 這樣子的一個後癮症 好 那麼當然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我可能真的體檢 不管是抽血也好 或者是在各方面的檢查 發現自己的腎功能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的好的時候 在這個族群當中 腎功能不好的人 他在吃的部分要怎麼吃 才是比較正確的 對 沒錯 就是說因為我們講說 如果說很多人知道說 會知道自己腎功能不好 像我們在教科書常說 腎臟是個沉默的器官 不是肝嗎 肝臟也是一樣 對 腎臟也是沉默器官 就是腎功能不好 病人都沒有感覺 他會不會痛 不會癢 不會有什麼症狀 很多病人都是 為什麼知道自己腎功能 都是做公私的體檢 比如小朋友的話 學生就是學校體檢 然後很多上班族都公私 一年一度的體檢 抽血或驗尿 看有蛋白尿或基幹酸不正常 所以這些人就會 有時候會來醫院 要來看診 然後也會告訴我們 問我們說 像我們在門診 常常被問一個問題 病人會說 像嚴醫師你告訴我說 我的腎功能不好 你說要保護 然後他會跟我討論一些 吃的東西 我想我們腎功能 如果說已經不好的話 要吃的 就是有一些飲食是蠻重要 除了藥物 飲食也很重要 所以幾個大原則 我想還是要少油 少油 這個應該不是只有腎功能不好 因為現在擔心自己健康的問題 其實都要少油少養 就油炸東西少吃 對啊 太油太鹹 還有太甜 太甜 對 還有海鮮內臟也要少吃 因為海鮮內臟 有些都是高普林的 所以你普林越高 吃下高普林的東西吃下越多 這樣可能血液中尿酸濃度會越高 這樣對腎功能都不好 所以幾乎都要那個重口味的都不要吃了 所以腎臟才會比較好 那就是說像一般 就是說早期腎功能 有一點點不好的話 我們就會鼓勵說 少油少鹹少甜 海鮮內臟油炸少吃 那可是到最後 如果病人腎功能已經到了 第四期或第五期 很不好的時候 我們除了這些 什麼少油少鹹外 我們還跟他叮嚀另外兩個 一個是高甲的飲食 少吃 高甲的飲食是什麼 高甲飲食 都是一些什麼 一些蔬菜水果 像香蕉 硫丁 哇 甲利脂含量就很高 對 像很多蔬菜 其實甲利脂都很高 所以變如果一個病人 腎功能不好到第五期 已經沒有能力 把甲利脂排出來的話 我們會跟他說 高甲的水果 一定要避免 像香蕉 柳丁 對 一定要這種 然後還有蔬菜化也是一樣 也是甲利脂很高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 民眾要吃蔬菜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說 你的蔬菜 菜要燙過 至少要燙過後 你的蔬菜裡面甲利脂 就會融到它水當中 大概把湯汁把它倒掉 然後直接夾菜來吃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們在門診中 會跟他叮嚀說 高甲飲食要少吃 然後你要吃蔬菜的話 你要燙過 水倒掉後 直接夾菜來吃 然後另外一個蠻特別的 就是說 我們會叮嚀說 如果你腎功能很不好的時候 高甲的飲食也不要吃 哪一類的飲食叫做高甲 像很多 像最近喔 最近在一些像 最近在市面上 非常夯的飲料 像紅豆水 對 很多人說 因為它甲利也多 對 喝紅豆水 感覺好像是會利尿啊 然後就會幫助腎功能排泄 對 沒錯 像有時候有一些年輕女生 都會想說 為了可以利尿喝水 可以減少那個水腫 水腫會喝紅豆水 對 當然說如果你腎功能正常的話 喝再多紅豆水都沒關係 可是如果說 民眾是屬於腎功能不好 到第五期 對 這種高甲的食物 也像紅豆水 其實我都不建議吃喝太多 因為磷排不掉的話 高血磷症也會增加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所以說腎功能不好 民眾的話 其實我們我們在醫院裡面 在門診我們會根據說 他不好到什麼程度 是輕微的不好 還是很不好 還是洗腎 會給他一些 飲食上不同的建議 所以像我們在 在常跟我們有一個 除了醫生之外 有時候怕醫生太忙 沒有時間講 我們還有一個腎臟科的營養師 他就在我們的門診的旁邊 他會幫助我們協助說 飲食應該要怎麼樣做最好的一個 而且有一些 一些老人家有時候你跟他 今天跟他講 搞不好下次又忘掉 所以我們會講很多次 OK 我們就一直講 講很多次 對 了解 就是說這次講 他忘掉沒關係 我下次再講一次 然後再忘掉我再講 你們要不要做一段影片 直接把它錄下來有沒有 我們有那個啦 我們有一些 衛教的CD 對 單張啦 對 有時候我們 我們怕我們講完後 搞不好這個 小孩子陪爸爸媽媽來看病 他知道 可是家裡其他人不知道 不曉得 我們講完後 我們就用白紙黑字 就在寫給他一些衛教單張 讓他帶回家 很可愛 所以其實真的也提醒大家 雖然這個台灣的這個腎臟病的 比例其實還滿高的 但其實最基本的還是要從這個 食物方面 那最後是不是請我們 請教一下我們的 嚴重海研醫師 怎麼樣來讓自己 能夠減少曝露在食安的危險當中 有沒有哪一些小撇步 提醒大家 沒錯 因為有時候看到食安的 有時候看到一個一個新聞出來 很多民眾都會擔心說 我會不會不小心誤食這個東西 然後我想包括醫生 醫護人也是一樣 像我也會外食 然後我也想說 有時候我也擔心 我吃到這種黑心食品 我想說其實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相信 我們的政府的一些把關 就是說還是不管是 你在家裡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說減少外食最重要 不過我想如果現在人不大可能 因為有時候家裡 兩個人都在上班 不可能每一餐都做 就以醫生來說 像醫生的話 也不可能每一餐都在家裡吃 沒錯 像我的話 我中午那一餐 我就在林口長根地下街用餐 所以我想說 其實就算我們是外食 還是要提醒我們自己說 我每天的話 我吃東西還是要少油 少鹹 少甜 就是海鮮內臟少吃 油炸少吃 然後另外的話 也要提醒我自己說 我每天要吃足夠的蔬菜跟水果 而且你多吃一些新鮮蔬果的話 那裡面有抗氧化劑 有一些礦物質 其實都可以很好 可以減少慢性疾病 而且那些還是最重要 是 好 從日常的飲食開始做起 記得幾個步驟 幾個重點 就是少油 少鹽 然後再來少一些添加的東西 然後在買食品的時候 真的也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整個所有的封面 它到底是怎麼寫的 還是要提醒有很多食品製造的廠商 那麼這個食物是吃進人體當中的 真的要憑著良心 我希望每一個人 其實在台灣都能夠生活的平安 健康又快樂 這也非常謝謝我們的顏宗海 顏師 謝謝你 謝謝 中國快通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